季鸿担心之后 5月第二档韩剧也如火如荼开了 总共集 月日正式登场 被誉为是 爆米花小姐 别整理 剧情描述 有家庭但无家可归的炸鸡店 板 有想法 但没钱起家的青年企业家 这不可以 是集结家庭 教育 就业和创业等现实面的人生 据制作组也表示 跆拳道最佳新人出身 曾经是 欲为火花男人的炙手可热新人 但如今已经过 不惑之年 他就像一个典型的丈夫和父亲 可以了妻子香美和儿子俊表复出一切 但现实却是 租和学费不断地涨 对他来说世界上最简单 是就是学习 在没有任何私人教育的情况下 从下地区出类拔萃 进入首尔最好的大学 为了妈和所爱的女人的的幸福而奋斗 无论前方是花还是土路 她都会勇往直前 据必秀的妻子 像命运般遇见并爱上她 婚后出现度的转变 据必秀的儿子 这是她的电视剧《处女座》 《我的上流世界》颇原书饰演千万金 表面上看似温柔慈祥的奶奶 但实际是人称唐女士的高利贷老板 少年团精致硬饰演乔安娜 靠努力磨练出舞蹈实力的偶像练习生 黑道律师文森 索金英雄饰演卢日坦 据必秀在跆拳道选手时期的教练 为当时的必秀感到自豪 如蝶翩翩翩 金泰勋饰演男向美大学同学 是一位迷人的中年男子等 爆米花小姐双手送上人物关系图 据必秀和郑硕是尴尬的合伙人 究竟五个人又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让我们拭目 带喜欢的妞妞们 请记得放入追剧清单 诸文章之片及图片版权兼署开放资源 上传者并非妞心或编辑 若影片遭移除尽请见谅